新西区廣告大小村口后面面 今年打来新冠农中 製了白玉萝卜 最近可以来修行 廣告特别安排 尤其让小朋友来搞这 免掉菜头 铁鹽到農宿的猪蜜 廣告总监署里面华标是说 農油铁鹽是真猪蜜 就让孩子了解到 菜头是怎样来 怎样来修行 当时也可以将修行的这些菜头 继续去煮给北部作成的料理 铁鹽就真的对三地有产度的概念 那我们也让他们知道 这个农夫种植的辛苦之外 也让他们体验丰收的乐趣 那未来我们这个场域 也会经由我们的青农 还有我们植物医生 跟我们农会 一起来共同经营 扩大这个食农教育的场域 那让我们食农教育的内容 可以更加丰富 让更多的消费者 可以来体验这个农事教育 以上我的斑菜头 华董 新西区小富士悠悠逢 总共有三班的孩子来参加 他过去青农会记得和解释 大家搬出的心点 想想摸摸摸 要看好 那个下面要有一点点白白的 就可以剥 哦 是不是要先摇一摇 然后再把它拔起来 嗯 对 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 不会 今天拔了什么 拿着 这个是什么 蒜掉了萝卜 看到大的 然后呢 要先摇一摇 然后再把它拔起来 对 他最后 让小孩来办菜头的这片 菜头 是一个星期青农店 议会干部 协助来经历 和看过 过程当中也有得 一步 一身来记得 去给了相关的 堂海 跟一边的管理 如果从小就能接触 这些植物 它们本身的模样 了解它是怎么成长 我们农友 在它成长的过程中 应该去付出怎么样的心血 这样也会对自己 要怎么吃的选择 有一些责任感 以分外地的这些菜头 选择了中 近100个月 小孩的打拼 十万个差不多 二菜修完毕了 够在厂兵 跳起到萝卜舞来庆祝 同时青龙 再来感觉到 都记得如何 在整个过程当中 这真的忍励 来提款到考虑 今天是能听到 相当的集市 南天新闻 台下星期菜方不得